火车不只是送往迎来的交通工具 更串联了各地文化、经济、历史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铁道故事馆带你从铁道的故事 穿梭台湾的历史 Supery 99.1大签电台铁道故事馆 我是念祖 今天节目现场我们还有 旧大狗一铁道故事馆的馆长 古廷维 廷维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当然继续要来谈 我们台湾轨道的故事 不过今天开始其实 有一点点跟前面我们所谈的 纵观线北段又不太一样 因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上一次谈的是新竹到竹南的这两个端点 那我们也谈到了新竹这边 除了是一个百年车站 那它有它的这个国定古迹的历史地位之外呢 另外包含它跟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内湾线 其实也蛮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端点竹南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 因为从这里开始 其实我们如果说你还蛮长大火车 或曾经有搭到从竹南往南的这个方向来前进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从这个端点开始 它会分作所谓的山线跟海线 那为什么这么分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段落当中 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做分享 不过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先来 这个空气试用 来解释我来询问我自己的好奇 就我们过去的这个节目集数当中 其实也有谈到火车的这个空间 设备啦车型啦等等 都有它的一个进化的历程 那我们过去也曾经谈过说 可能现在越来越少人知道的所谓的复兴号 它过去是挂在这个一开始 是挂在这个取光号的后面 那当然它有所谓的冷气设施 可是冷气这种配备 对我们现在来讲是标配 你哪一个车子里面没冷气 这到底是谁还要坐进去 那但是更早之前一定不会有嘛 一定就是挂在那里 再不然就是或许后来演进到 有电风扇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客运的列车 它的一个乘车品质的演变 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个进程 那当然是嘛 因为过去冷气是一个 蛮少见的东西 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 什么时候开始有冷气 但现在如果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 我相信 就是标配啊 就是出生的时候 理所当然 对 我家甚至每一个房间客厅 除了厨房跟厨房室之外 现在连厨房都会有 对现在连厨房都有 对就是太太常见了 但是其实在再更往前一点点而已的时候 一般人的家庭里面不一定 甚至有人是家里是没有冷气 或者是就一两台 对 如果要今天真的好热 那就大家就集合在同一个空间 地坡站前面一起吹 可以一起吹这样子 那这个是直到1990年代都还是这个现象 这么晚哦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现在都太习惯了 对 公车都有冷气 火车都有冷气 大家想说公车难道会没有冷气吗 其实1990年都还有嘛 并不是每一台公车都是有冷气的 而且现在冷气不冷会被客宿 不只是标配还要够冷 倒是很困难 因为太冷也是被投诉 那所以其实冷气是直到 我可以说是21世纪的台湾 它才真的变成标配的 我可以这么说 那所以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多冷气 那如果我们再更早期 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些故事 什么街坊邻居 只有一户人家有电视 所以要去 如果真的有什么要看 要看棒球 要看什么节目 迷长加集合啦 大家继续这户人家看电视 那其实就是电视冰箱 冷气这些东西在早期 一直到19 我觉得大概70 1970以前的话 都是非常算是奢华的一个配备 所以那当然一般人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你的交通工具也不会有 因为你不会觉得那很奇怪 你本来就觉得那是没有的 所以当它从没有变成有的时候 那是一个不得了的进步 就是例如说我的火车上好了 火车如果出现冰箱的话 那是不得了 我们台铁的火车是没有冰箱 除了一台那个客厅车 里面有冰箱 那是一个车厢让人家租 那一般都没有 那所以在早期 其实所有火车都是没有所谓的空调 即便是特快车也一样没有空调 那台湾最早空调列车出现在1963年 1963年 那个叫做观光号 观光号跑哪里 观光号它其实就是一样是 一样是长途的快 就是特快列车 在举光号出现之前最高级的 叫做观光号 所以当然观光号 举光号出现之后还有观光号 对 一直到铁路电计划的时候 有自强号加入营运 然后观光号才停时 所以它也是曾经是一个 西部干线的服务 也有到东部啦 对 这个东部讲的是苏澳 也有到往东的路线 也有观光号 那观光号就是台铁历史上 当然也就是台湾的交通史上 第一次有冷气 而且它是全列车是冷气的 所以对比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一般小家庭到1990年代都有可能家里是没有全部冷气 而且坦白说油也舍不得开 因为以前就是电费非常的贵 现在甚至因为便品式冷气 整个比较节能 就整个很不一样 所以你这样对比来看 它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一列车这么长 哇每一个车厢都是有冷气的 所以坦白说那个时候的观光号 那也至于到后来的举光号 那个并不是一般人搭得起的火车 那都是比较像商务客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如果有一整架飞机 整架飞机都是商务舱 那是一个很不可惜 因为即使到今天也没有整架飞机是商务舱的 所以就是一个在社会上一个地位 因为青商人不会去使用到的 这是观光号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台铁推出的观光号 它被称为优等列车 这是台铁用的用语 它是一个就像premier的概念 优等的 那优等列车跟特快列车是 在当时是不同的概念 因为它当时的观光号的同期 有柴油飞快车 是用柴油客车 不是用火车头 那观光号是用火车头拉 火车头就是起步停车都很慢 那那时候有柴油特快车 所以最快速的跟最舒适的 并没有划上等号 所以最舒适它不一定快 但快它不一定舒服 因为那个柴油特快车是没有冷气的 那这个观光号有冷气之外 它就是类似沙发椅 然后后来到举光号进不到绒布 对对对 那我们像绒布椅 大家也没有觉得特别怎么样 但是在1970年举光号登场的时候 那个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1970年就是50 我算错没有 50多年前 所以半个世纪以前 全列车冷气 然后绒布沙发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那就是台体的优等列车 高级列车 招牌的 就是做商务客在使用 那当然商务客如果他是赶时间 要去看工厂 北部 北部的人 北部的这个商务客 要去南部看工厂 他就搭特快车 是没有冷气的 那这个观光号的下一个 就是叫做举光号 那刚刚说的柴油特快车的下一个 接替他任务的叫做光华号 这老一辈的人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些柴油特快车 或光华特快车 他都是没有冷气 但他都跑得非常快 那所以 而且因为他没有冷气 所以他当然比较便宜 所以他就是小个大碗 因为他跑得快 然后又便宜 他们这两个 就是你刚才讲的特快车 跟这个观光号 他们速度 你说一个大概是舒适 一个没有那么快 一个就是没有那么舒适 但快 他们会差多少时间去 其实差到一两个小时去 这么久喔 因为尤其是 柴油飞快车 他那时候是五个半小时 台北到高雄 只要五个半小时 他其实出来都是打破了 西部的一个记录 但是火车头牵引的 都已经是六个小时以上 那到后来的观光号 他又再继续进步 说到五个小时以内了 四个小时 四十分钟的程度 好 那这一个就是说 高级的服务跟快速的服务是分开的概念 直到自强号出现 自强号就是内装是高级的 速率也是快的 所以其实也不久以前 因为自强号现在还有嘛 所以就直到自强号的时候 才发展成最快速跟最高级是合在一起 可是现在自强号是不是也没有以前那么快 因为他停的站点变多了 没有错 因为自强号停战 为什么自强号停战会变多 很多人就会直接怪罪于民意代表 因为很多地方民代 他就会争取 自强号停这一站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 因为到底为什么要争取 争取就是一个本来 没有 没有 所以你要变成有 所以才要争取 那其实 但我其实有感觉到 争取的这个意涵 已经快要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 自强号停越来越多站 如果是三十年前 那个自强号是高不可攀 所以你才要争取 那现在已经早就不是了 那为什么我刚刚会说 有的人 我要强调说 有的人是怪罪民意代表 亥自强号变慢 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他 你是害他吗 其实在高速公路通车之后 台铁的长途客运 已经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那接下来就是国内航空 还有你记得这件事情吗 国内线的航空 台中水南机场 现在完全没有国内线 所以就 不是 就是已经没有水南机场了 所以 那个时代又是 接去着高速公路的客运之后 有一个国内航空的这个大战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国内航空 因为高铁出现 这个越来越近 大家都有印象 所以其实 一直在国内市场里面称霸 早就不是台铁了 就是在台铁发出自强号的时候 就开始不是台铁了 因为铁路电气化的同时 高速公路也通车 那时间过了这么长 台铁一定会去找到它新的立机 那实际上你要能够打赢高铁 打赢高速公路 打赢曾经在的国内线的飞机 那就是中短途的旅客 旅次 台湾的二线城市 例如说中立到丰园 没有任何人竞争 这个还是台铁最厉害的 搭台铁是最快最方便的 到现在没有办法被取代掉 所以自强号当然越停越多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民意代表的争取是第二 才是并不是最主要的 当然是有影响 但是我们话又再说回来 民意代表为什么要争取 就是没有啊 对因为有需求嘛 有需求他的选民 让他知道有需求 他就去争取 所以其实是有演变的 那我们过去讲的这种 举光号自强号的荣光 这种跑很长都不停站 然后又这么舒适 其实那个氛围早就没有了 你刚才提到我们那个观光号 对不对 他是纯粹取名叫观光号 还是他有用途的关系 他的名字最早出现是1961年 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 被就是像台湾观光年 有这样子的 是不是 纪念意义 政策 有这样子的宣示 所以就是搭上这个风潮 而且他 这个观光号很怕 就是他刚开的时候 他的火车头前面有挂一个牌子 就是这个火车的名字 观光号他是写在火车头前面 再挂另外一个铁牌 挂在火车头的前面 其他的没有 那时候是台铁很 就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第一次 就是当然是学国外的 不管是日本或欧洲大陆 美洲大陆都有 高级列车的车头 去挂一个牌子 所以就做牌 就是他那时候要推出一个新的 高级的服务 而且他这个牌子上面是写法文 写 就是欢迎光影 是welcome的意思 这是一个很特别 非常特别 非常international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主要的客群 根本就也不是台湾人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些国际人士 然后到后来就是越战的关系 台湾是成为这个 这个在越南驻军来度假的地方 就从观光号举光号的 这个时候高级列车 其实都是给这些外国的 提供外汇的人士 或者是台湾国内的话 就是一些比较顶级的商务客 都不是一般人在搭的火车 对 那到后来的志强号也是 都还是很贵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回忆 就是我觉得到20多年前 志强号还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很贵 就是会避免 避免搭 然后再久一点以前 就是志强号是好几年 好像有一次可以搭到这样子 就是哪一天家里大发池 我们今天来搭池 哇好棒喔 好难得可以搭到志强 但现在没有这感觉 现在它甚至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说二线城市之间移动 它甚至变成通勤取向了 所以整个我们讲服务的水准 它不一定是降低 因为我们今天需求改变了 当然在东部的志强号 或说我们最新台铁买了 EMU3000型志强号 它有的它还是会去分配 有的是就是停站停很少的 所以像西部也有普悠马号 就是它也是很快 台北到高雄三个半小时左右 它就可以跑完 那其实是历史上最快的志强号 它已经没有人在意了 因为它在高铁动作才有 所以它已经其实无所谓了 就是没有当年那种一再的突破的那种氛围 好我们再来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继续聊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到车站 当然现在还是以交通的目的为主 可是有一些车站或者说 为了某一些特定的需求或目的 你可能会在车站或者在它的附近 有这个所谓盖搓张 我就很爱去盖那种东西 但是那个搓张其实是 我们现在来看是 为了观光的需求才有的嘛 还是在过去在早期 这个搓张的这个存在 其实不是只有为了到此已有 它有它其他代表这个车站 或这个火车 这一段历史的特殊背景或意义呢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回来继续聊 苏维尔街九点一大签电台 铁道故事馆我是念子 那么节目现场同样还是有我们 旧大狗益铁道故事馆的馆长 廷维在现场 上个阶段其实我们大概就是 从这个火车的搭乘的一个品质 车厢的品质 从有没有冷气 冷气这个时间点出现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那有了冷气之前 是什么样的样态 有了冷气之后 也不见得是所有人都能够做 因为它就是一个身份地位 跟你有没有钱 可以去勾得到边的一个象征 但是其实像现在我们前面的一些 集书有谈到就是说 在这个公路啊 或者是说在这个高铁 或者甚至是捷运出现之后 有一些原本的这个台铁的车站 它可能也没有那么被需要了 因为有替代性的搭乘的工具出现了 但是它又不需要到废掉的一个程度 它可能还是保留在那边 那也是有可能转型作为这个所谓的观光的用途 所以观光周边就会希望能够有些叮叮咚咚的东西 让大家有那种到此一游的概念 或者说有个纪念 甚至是说我去到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象 或者是东西可以直接跟这个地方 跟这个车站link起来 那有很多地方你会看到 开始有这个所谓的纪念错张 而且不只有一版两版三版 很多版 而且搞不好也会定期每季去换 那但是这个错张以现在来看 是一个观光的概念 就是到此一游 有个纪念章 那但是过去有吗 这个错张它是有 也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演进 其实在台湾的话最早在这个1930年代 就有这种风景纪念错张 而且它是以车站为单位 就是很多车站都有 那它其实跟今天的很多纪念印章的那种 目的跟风格 或者说表达方式 这些都蛮像的 那它其实的确就是做纪念用 对 做纪念用 那在那个时候的错张 它设计的都是非常的简洁 车站附近著名的物产 名胜古迹物产 就是它设计它的图案的方向 就是取这些东西 例如说 例如说桃园车站是这个大坡池 这个水池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对 那是桃园车站附近非常有名的 以前桃园的名胜 对 又例如说龙田车站 它就是乌山头水库 作为它的图案的代表 那这一套东西 其实其实坊间蛮多人在研究收藏 那也有书本在介绍说 这个图案上面 它是运用了什么样子的素材 那其实它 我觉得它很好玩 因为它展现的是一个 1930年代的时候的 观光旅游的风气 那它有可能是被规定出来的啦 就是因为你就推广 配套措施 你就推广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你就出现这个 那当然还有一个事情是设计 就是设计力 那我们现在常说设计是 很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1930年代的台湾 就有很强的设计力 因为从这个戳章 你可以看到很多特别的巧思 它各式各样的变化 因为我们想戳章可能就是圆形或方形 那它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这个形状 它有不规则型 或是它不一定有那个框的轮廓 它有时候会出格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设计的方式 非常的棒 那这样子的印章 应该是都是火车站的 所以是铁道部的火车站 就是去用 就是有这个印章可以让游客盖 那其实在台铁局的时代 也有 但是现在有一些地方 就可能最近几年 大家有收藏那个 就在这个所谓的建国一百的这个时候 也有一个台铁也有新的一套戳章 那不是这一套 有更老的一套 也是跟日本时代的很像 例如说通宵可能就是海水浴场 例如说岐鼎海水浴场 然后一样龙田山是乌山头水库 重德车站是清水断来等等的 也有一套这样子的风景戳 但那个已经几乎失传了 失传了 对因为以前就是那个没有被留下来 所以很多是已经遗失了或丢掉了 那但是现在很多上是留着 就是最近几年曾经风行过的这个就是这个纪念措章 所以还配合小册子小本子一起卖 对那现在还有好像还有新版的 所以他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去买来 改来收集 那你也不一定要买 对这个他们这个活动官方做的这个本子 你随便的笔记本 对 不管有线没线的都可以用来收集印章 那其实这个文化是在日本也是行之多年 所以也是日本政府那个时候来到台湾 把他们当时的这些铁道的习惯带来的吗 其实是差不多时间 因为根据研究 日本本土也是1930年代 那等于说同步的开始 在推展观光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那这个传统其实在日本是传承的比较完整 比较悠久 他们几乎所有车站都有 而且那个印章是很大一颗的 那当然就就是伴随着 有的人就去发行那种专门用来收集这个的本子 当然你还是可以自己准备一个笔记本 可是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的集数里面有谈到说 台湾的这个铁道的发展 其实在早期大多都不是给人做的为主 就是可能载货 就是经济等等的这个运输为主 所以你说如果是在193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 有这样子一个戳僵的出现 他那个时候是就有已经有观光的概念了吗 那个时候如果货做的还是比人做的多 那这个是要给谁盖 其实也倒不尽然说就是不给人做 而是很多产业铁道的开始 他就是有一个产业的目的 比如说运这个煤炭 运石灰石 对 他有那个目的 那只要有客运列车就是会有人做 对 那当然就是铁路是很贵的交通工具啦 所以但就是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 可能一方面也是国民所得的这类的议题 然后就他们就提升了 那所以你才 然后加上你的路网又变得比较完整 然后你的产业也变很多 你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所以开始是真的是在发展观光 那尤其其实你可以 一样是一颗印章 你可以去想 你现在觉得那个印章 当然盖起来 你就是觉得赏心悦目 但是如果是在以前 你不容易远行 因为远行一趟搭火车花很多钱 那你去了 你盖到那个印章 那个分量是比现在还是更重的许多 其实也类似我们现在可能去国外 不一定是去铁道 就是你去某一个很知名的风景景点 他大多数都会有这个错障 所以其实反正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 像自己家厨房一样飞来飞去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但很贵不代表搭不起 就是你不会一天到晚去使用 所以在1930年代 我们是至少从这一些现象 这些搓张 甚至是说一些类似景点介绍的书籍 然后开始变得比较频繁出现 你可以知道那个年代 大家使用铁道来去做观光的可能性 已经增加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当中很重要 就是从竹南往南继续到后龙 那竹南这一个车站的存在 其实在西部干线当中是非常的特殊也重要 因为从这里开始我们的那个台湾的铁路的路线 会分为这个山海两线 那为什么会是在竹南作为这个分歧点 那为什么会有分线的规划呢 其实因为到了竹南再往南就是丘陵地带 就是苗栗跟台中 苗栗本身跟苗栗台中交接处都是丘陵地带 那过去在盖铁路的时候 1908年的纵观铁路通车 它是经过台中 台中是比较靠山的这一边 那它的路线也是经过山区 那为什么铁路要经过山区 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考量 那有一个是就是国防需求 因为以前就是用船舰炮击陆地的方式 所以一般的军事的背景的人 他就会主张你的铁路不应该靠海 一定要靠山 不然很容易受到攻击 不用登陆 你在海面上就可以炮击了 因为那个射程是相当远的 那你又在海岸边就是相当的显眼 也没有遮蔽物 对对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的考量 会希望路线都是不要在海边 走到山里面去是比较安全的 那但是实际上实际上就是成本考量了 因为我们到靠海的话 河川下我的河面都很宽 所以我的桥就会变得非常的长 也没有比较厉害 就是也是很不好盖 那当然就是更实际上 你如果要让铁路经过台中 本来这个路线就是山线 就没有选择了 所以当然 但其实这是很多因素 综合去考量的 那总之就是从竹南分 因为到竹南就不分不行 但一开始也没有所谓的海线 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山线 1908年的纵观铁道 就是竹南下一站就是造桥 然后往苗栗 所以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海线 对一开始就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一开始就只有山线而已 那所以也就是说一开始根本没有山线这个名称 因为纵观铁就是走经过台中 对那这个海线的出现 其实是到很后来了 就是海线是1922年才全线通车的 这么晚 就是距禁已经一百 刚好超过一百年了 对所以有了海线之后 才有竹南是在竹南分开的这件事情 所以它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就是说原本是没有海线这个规划 是后来的海线的出现是因为 反正刚好竹南也是一个大战 从这边往海线的那边接续下去 他们觉得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吗 还是说路线规划合理 应该是说它的出现是有需要 因为山线的那个坡度很陡 你看又是在坡度 坡度跟曲线 因为在丘陵的地带 尤其就是今天讲旧山线这个位置 从山溢到丰源 坡度非常的陡又带转弯 所以运转上很不方便 对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叫做自货事件 就是流至我的货物都流至在仓库 没办法运中 因为就是运能的需求太大 所以铁路就瘫痪了 那那个瘫痪最基础的原因是因为三线铁路的关系 就是经过三线的时候 火车开的比较慢 比较重 所以效率变得很差 它就这个瓶颈 这个瓶颈一通车就 大家就知道有这个瓶颈 可是平常就还好 顶多偶尔 好像因为我的那个货品的运送 就是也是波动的嘛 所以偶尔可能有一个自货的现象出现 那都还好 好像都adigrate 但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 就是亚洲太平洋区域的这个经济 非常的景气 因为欧洲太打仗了 所以那个需要运送货物一期之间 就是大量的暴涨 那原本的现象就变成事件 原本只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结果因为这时候一暴涨 就真的整个就瘫痪掉 就原本是肠胃不适 后来变消化不良 对就整个就是已经就瘴气了 那所以就是台湾的这些厂商等等的 就会就呼吁政府说 你如果三线火车爬不动不好爬 那我们是不是盖一个海线 所以海线是这样子来的 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线 就后来又再出现了海线 是因为它有这个货运的需求嘛 那我分都已经分了 为什么后续还要再把它合起来 我们待会下个阶段回来 再请廷维来跟我们做分享 Supery 99.1大签电台 铁道故事馆我是念慈 那么在上个阶段 我们跟廷维聊到了 就是说在西部干线当中 就是竹南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那当然我们现在会说山线海线 好像它从一开始就是被分作 这样子的一个线路 但其实不是 廷维刚才跟我们提到 原本的纵贯线 它其实就走我们现在的山线 只是说后来因为有一些货运的需求 它消化不良 你只好就是开另外一条路 让它有其他的选择 可以好好的消化 所以海线出现了 所以从竹南这边就会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山线跟海线 但不过都已经分叉了 那一路分叉下去多一条路线 这不是很好吗 那怎么又到彰化又要把它绑起来呢 那其实它只是为了要走一个比较平缓的路线 才不会为了因为要爬山 然后卡住塞车 所以到彰化 其实就是说过了台中之后 那个困难的地形也走完了 所以就不需要了 然后你就 它就回到彰化就合在一起 那实际上一直有滨海 继续从彰滨再往南的路线 也是有被规划过 不过那都是那种幻想式的 幻想式 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的几书提过 比如说内湾到坚石的这种路线 那都是有被提出来过 有许愿但不一定成真 那个离许愿的时候 我相信许愿的人就知道那个不会成真 所以现在只是讲好玩的 就是刷存在感的 所以提了这样的东西 但其实就是没有需要 一定没有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台61线滨海公路 在盖了滨海快速道路 西滨快速 盖了二十几年了 也还没有接起来 所以现在是不需要的 那总之就是 因为它的目的 海线的目的就是要绕过 苗栗台中的丘陵 所以你只是一个bypass的概念 所以到台中就 过了台中就接回来 就是它当初的 要分线的那个理由 已经也不存在了 实际上它 它的概念也不是分线 它是取代的 取代的 对因为那个是坡度比较平缓的 对 所以长途列车就去改走海线 不要再没带没地去 买车 所以它是 它并不是 它实际上不是分线的概念 它是希望说火车不要再走那个 这么陡的路线 那如果说海线当初它的存在有它的利用价值跟必要性 那可是现在看来它海线的这个各个站点 或海线这条路线就不比我们现在三线受到重视 使用力其实相对的低 它是因为它当初被需要的理由不再存在了吗 还是说为什么会有现在好像上海线有落差 其实这个落差是从时刻表上可以看出来海线班次是比较少 不管是长途还是区间车都是比较少 对 那其实区间车到哪里变多 其实大甲引人还是很多 所以还是看需求 那当初海线的需求是在一次大战期间 对 为了运输在当时景气很好之下暴增的货物量 那问题是一次大战什么时候结束 在海线通车前好几年一次大战就结束了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当初的原因 它根本就没有因为当初的原因而有益处 没有走上时代的尖端 对 它错过了 它其实基本上它错过了 对 不过它在海线完成之后 毕竟它真的是坡度平缓的 所以刚刚有说长途列车 对 然后它就经由海线 货物列车它也可以经由海线 来避免火车去爬坡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海线又没有那么重要 对 原因就是有很多 譬如说我们要看当初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不外乎就是平缓 对 就没有了 可是绕远路对不对 对可是绕远路 那所以关键是在火车的技术 如果我的火车已经越跑越快 根本就不怕爬坡的话 那它就不需要走海线 不怕爬坡 然后那个颠簸的那个因素消失了 另外一个就是三线它也改线了 我们今天之所以就有旧三线这一个观光景点 就是因为有新三线 那新三线它其实就是在三亿到经过厚礼 再到丰园这一段 它是非常大规模的节弯曲直 非常非常大规模 这个节弯曲直还包含了坡度 就是就很猛了 盖了一个很大的高架桥 等等很长的山洞 然后取代掉原本弯弯曲曲 爬上爬下的路线 所以一来一往 就是我的路线也没有那么不好了 然后我的火车又都电气化了 那当然其实当年海线 之所以愿意去做海线的那些动机 已经被削弱非常的多了 那只是说海线已经也通车很久了 沿途也都是还蛮大的 就是二线三线的聚落 像厚隆这种的 那所以其实还是维持它的客运 就是基础的客运 但是说你要真的再 再更发展或更密集 可能也没有 因为这已经牵涉到 就是后来不同的时代了 所以就已经 总之它就不是1910年代的 那一个需求 那我们如果说呢 在从竹南离开了之后 再往南走 我们就会经过 我这真的 谭文大山 谭文还有 还有听过 但大山就真的是 非常的陌生 不过它其实也是 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些站点 有点点不是那么相同 因为毕竟是往海的地方走 就是很有海味的感觉 这些站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谭文跟大山是非常有名的 木造车站 就木头的房子 那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提到说 过去曾经比较不注重这种文化资产 所以很多木造山就拆掉 像是旗鼎就被拆掉 那海线很特别是运气很好 它有五个 五个还在 都在 对我们报章媒体会讲什么 海线五宝 我觉得还蛮怂的 精纯的五宝 就是谭文大山 新浦日南 追分这五个车站 是木造的 但是 但是 很多人以为他们这五座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看起来很像 但是追分是长得不一样的 那其他四个是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包含 现在我们经过的 谭文跟大山 它就是长得非常相似 保留完整吗 都相当完整 那他们都是海线通车的时候就盖好的 所以1922年的10月份 他们就用到现在 那是因为 后来海线也比较少人做 所以没有想说把它拆掉 还是说不觉得它定的 当然一方面是这样子啦 就是车站会被改建 就是因为 它如果发展起来 人数 人跟货增加 它会觉得那个 办公或后车的空间不够 这时候车站就会改建 那这五个车站 显然它就是没有这个需求 又或者是 它也没有坏掉 因为有时候就是房子坏掉 你当然就要修缠 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改掉了 所以那边还是会有人驻站吗 因为如果说你保存的还不错 又没有什么坏掉 那历所当然那边可能那个战魂 会有工作人员或什么 就是基本的这个围管吧 就是它一直到 现在目前谭文是没有派站员啦 但是当它已经很知名 便就是已经是历史建筑的时候 就那时候还是有派站员的 然后它后来才就是 招呼这样的概念 才撤销掉变成招呼站 那但都已经是很知名的 因为他们已经 都已经撑到了2000年代 都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木造站坊很珍贵的 已经撑到那个年代了 所以后面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他们算是历史建筑或古迹 对历史建筑或古迹 这五座都是 对对对 那大山车站也有一个比较 这样讲不信吗 还是就是前几年有一台 因为大山车站的位置在楼穹 然后有一台货车 刹车坏掉 就撞到那个车站里面 就撞坏了这个房子 但这已经修好了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这五座都还算保持的蛮完整 蛮完整的 也是蛮知名的 这个就是在台湾 蛮知名的木造车站 那像我们刚才讲 就是说进入到了海线 它很明显的就是火车的班次 或包含间距等等 可能都不如山线的密集 那么的方便 那包含可能连站体都是比较小的 那如果说 因为你毕竟铁轨铁道在那边 你还是得要有一些的 保养 维修或管理等等 那这样子足够有经济效应 那又不然就是 是不是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电 不一定要有火车跑 那我就是用其他的公路 或者是神道运输来替代 会不会更好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那其实是蛮多人在搭火车 因为也不 是唐文大山是很小的站 尤其是唐文 因为它聚落是比较稀疏的 那大山就聚落比较 就比较完整 那在下一站的后龙 那是一个大站 对 在海鲜来说 它是一个大站 所以这个铁路还是有 它使用上面的价值跟需要 所以还是保留 既然到现在为止 到还有被保留 就代表说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 使用的可能 或者是使用的必要性 对 其实像后龙 现在也是蛮多人在打火车 对 OK好 铁道故事馆 我们今天跟廷维聊到的是 现在叫做这个海线的这个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 那我们呢 下一次回来 我们继续会往海线走 继续往海线的南方走 我们将进入到了后龙到白沙屯的这一个区段 白沙屯很熟 对不对 每年都要封一次的 我们下一集节目当中来继续聊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 就打狗艺铁道故事馆的观众 廷维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廷维 谢谢